老板,让我来陪小林科长票 这个没穿内衣的女人 穿着黑丝扭着翘臀 一屁股坐在了鬼子面前 两条一泥巴的美腿 顺势一翘 鬼子的三脚腿瞬间冲起 随后美女放出一击猛料 牵牵玉嫂缓缓划过黑丝 直到露出大腿根出的雷丝花瓶 鬼子看着若隐若现的蠢色 兴奋的当场倒吸一口凉气 可想一样 舞厅里当机乱成一团 和鬼子一起的汉奸还想跑 不料秋雅碰碰两枪把他送走 此时秋雅队友也及时赶到 他直接化身为大马猴 挂在吊灯上左右摇摆 利用裙下风光歼灭鬼子 然后他和小江会合 脚踩18厘米的汉奸鞋 以十足八十脉的速度冲出舞厅 而俩人全部都是来自于 传说中的猎鹰暗杀队 他们利用鬼子无法进入法租界 A这一有力举师 长期隐藏在租界之中 利用歌厅舞厅和KTV 猎杀出了吃果牌的小鬼子和汉奸 可以说是唯一阵上海滩 小鬼子听到他们的名字后 无不弹之色变 这次队伍的手脸刚是不得了 竟然是有着核武器之称的燕霜鹰 秋雅的任务顺利完成 燕霜鹰的暗杀计划才刚刚开始 他拿出自己的各种武器 刀枪抚越应有尽有 小走枪小臂手往身上这么一装 再穿一件拉风的皮大衣 人间核武器散亮登场 随后他挂上可以超音速的飞天摩托 刹车一松油门一拧 直接以八百麦的速度冲进电梯 来到上方的修理厂 队员们为他检查好车框后 他开着魔头从二四楼的高空一跃而下 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之中 三分钟后 大汉间陈狗的宰子附近 一艘小船载着流声机悄然出现 手卫听到音乐后大为欢喜 面对着天降横财 他们立即将流声机带回 上供给他们的头头 然则几日到死都没想到 流声机里竟然藏着炸弹 轰弄一声 在房间里和鬼子交谈的陈狗 差点被吓死 房内的手卫刚准备出去瞅瞅 燕霜鹰就从窗户飞入房间 一套丝滑小连招 没两分钟 房间内的守卫就已经全部昏归西天 二楼的保镖连忙找到陈狗 进行贴身保护 陈狗本想打电话请求支援 可是电话线早已让燕霜鹰切断 守卫见此情形 马上部署防御大阵 但他们的防御 在燕霜鹰的眼中形同血射 所有守卫都处于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 以防着燕霜鹰的突然出现 忽然窗外飞入一个人影 几人连忙开枪射击 瞬间将其打成了骰子 随后几人上前查看 结果发现死的是自家守卫 而他的手里还钻了个小手雷 几人当场就被炸飞 燕霜鹰也趁此机会 一刀干掉楼梯处的两个守卫 不过命大的陈狗竟然没叫炸子 他慌忙的从地上爬起 大声呼喊着守卫 可是却没有一人回应 他宛如惊弓之鸟般 向自己的老婆房间跑去 只是燕霜鹰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陈狗当场就被吓成了真狗 咄咄嗦嗦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杀我 不该死吗 燕霜鹰把陈狗一步步的逼到死角 陈狗也终于缓过神了 开始为自己狡辩 但燕霜鹰不想听的胡舍 直接用枪指着他的脑袋 询问他与鬼子刚刚在聊些什么 陈狗还想门魂过关 而他这点小心思 根本瞒不过燕霜鹰 他刚摆出开枪的架势 陈狗就被吓得一股脑的 全说了出来 原来鬼子即将派遣老八盖金警 从岛国飞来上海 他们的目的则是窃取太平天国 所留下的宝藏 并且这个老八盖还招募了一群考古学家 势必要把宝藏给收入囊中 陈狗说出自己知道的情况后 祈求燕霜鹰能留他一条狗命 只是他却不知道 燕霜鹰对于汉奸的憎恶 甚至超过了小鬼子们 他将陈狗一顿出骂 把他吓得当场就尿了裤子 但燕霜鹰不会因此放过他 燕霜鹰抬手一枪 把陈狗一枪抱头 陈狗的老婆翠花一看 瞬间趴在床上 一副任君踩鞋的样子 然而燕霜鹰的身边 有秋雅这般的美女 根本不想看他一眼 转身就走 燕霜鹰离开半个小时后 76号的站长李自群 才来到李狗的家里 翠花看到李自群来后 哭得稀里哗啦的 向他诉说当时的情景 随后李自群对宅子里 和周边的围墙进行探究 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 自此猎鹰暗杀队所干的 一晚上发生两起西沙行动 鬼子兴雅院的袁田少佐 可坐不住了 他立即将李自群召回 指着他的鼻子大骂 说他就是个饭桶 但李自群却说出了 凶手如此诚决的原因 因为这两件事都发生在租街 他们的军队根本无法进入 可是袁田才不管那么多 短短一个月 暗杀事件竟然发生了三千多起 他直接把锅甩到了李自群的身上 让他三年之内必须逮住凶手 好家伙 三天就想逮出燕双英 把我们人间和武器的脸面 放到哪去了 李自群当场就表示 这会儿自己干不了 得交钱 李自群向袁田诉说了 猎鹰暗杀队的恐怖 袁田听后大为震惊 他本以为是李自群太废物 却没想到是对手太强 因此他的态度也不那么的强硬了 而仅仅明晚就会抵达上海 所以他们决定 在华中联络部举行欢迎仪式 要求李自群务必做好安保工作 燕双英行动结束后 立刻返回自己的秘密基地 结果发现上级老马 正在基地中等他 因为他们一般 只是利用电台进行联络 险下见面的次数非常少 所以燕双英知道 肯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才使得老马亲自先来 可老马带来的情报 燕双英已经从李狗那里得知 但却没想到 仅仅明天就会抵达 老马随即下达了燕双英的任务 混进华中联络部 搞到鬼子的行动计划 一旁的小江听后 知乎不可能 因为联络部的戒备森严 不仅有五百米的围墙 还配备千万福特的高压电网 没有邀请安 那就是只鸟也飞不进去 不过燕双英毫不在意 只是向老马要的一枚宝石戒指 这个要求差点把大伙整蒙 但燕双英却让他们拭目以待 第二天一早 燕双英开着老一车 来到了鬼子的海军基地 令人惊讶的是 鬼子见到他后 竟直接开门放行 更是有专人前来迎接 原来燕双英还是一位剑道宗师 鬼子的海军少将青木也是受教于他 青木看到燕双英来后 兴奋之情一语言调啊 因为在燕双英的教导下 他的剑术如同小母牛做火箭一般 很快就能和上一届的剑术冠军所媲美 随后他更是请求燕双英 再给他指点一二 面对着如此盛情 燕双英也不好推脱 他接过青木手里的木剑 缓缓走进道场之中 然后他又喊来两名小咖的与自己对战 可俩人刚出手 燕双英就在0.1秒内挥刀三次 广速结束了战斗 燕双英随即开始了他凡尔赛的发言 一番直击心灵的话语 把鬼子忽悠的一乐一乐的 直到结束后 青木邀请他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休息 燕双英随手拿出了向老马所要的宝石戒指 青木一看瞬间都惊呆了 因为这个戒指所镶嵌的翡翠 竟然是传说中的帝王绿 燕双英此时也是语出惊人 告诉青木这是自己送他的礼物 哪知青木还挺客气 假惺惺惺的推脱了一番后 这才将其收下 看到青木收下礼物后 燕双英才说出了自己此行的真正目的 但他并未直接向青木索要邀请函 而是用自己名下的生意为由 说自己要趁此机会 其实更多的高层人士 青木听后也觉得这个想法很不错 当即就向燕双英打宝票 这件小事自己来搞定 安排 青木迈着他那0.5米的大长腿 快步走到电话旁 给联络部的鬼子下令 让他们再送一份邀请函过来 就这样燕双英不费任何功夫 搞到了邀请函 回到基地后 队员们当即露出一部崇拜的样子 随后燕双英安排小江 再访制四份行铁 晚上8点钟 队员们在联络部门口集合 凭借着伪造的邀请函 轻松混入 燕双英此时也在青木的陪伴下 来到了燕会入口 结果却发现 进入燕会还要没收戒指 他赶忙将手中的戒指取下 趁着青木不注意 把戒指扔在了门口 他们俩人刚进入燕会 就迎面碰上了 上海市的市长敌人杰 他身旁穿着性感大陆背的女人 正是他的女儿月欣 几人随节开始一番嗑道发 然而月欣好像看上了燕双英一般 把自己的老夫心都撇下了 和燕双英聊的那叫一个欢哪 但是燕双英却没心思陪他玩 他接着去拿酒水为由 在场内寻找着队员的身影 就在此时 袁田和李志群也来到了这里 不过李志群把目光 描向了刚刚拿回酒水的燕双英 好在轻木就在身旁 他立即为燕双英发声 打交了李志群对他的怀疑 袁田俩人走后 敌人杰也将月欣拉走 只留下了燕双英和轻木俩人 燕双英趁机向轻木询问 袁田俩人的身份信息 原来轻木与袁田 虽同立属于军部 但是他们一个是海军 一个是陆军 两部之间都互相看不起对方 经常互有摩擦 李志群则是袁田手下的特务头子 单独行动的小将 此时已经化身为了小夫生 他端着酒杯在宾客中游荡 将武器偷偷地交给燕双英 当然还有一枚新的戒指 随后他又找到修雅 继续顾忌重拾 修雅拿到枪后 直接把枪塞进了胸口 好家伙 这一扫操作 把小将的眼都看直了 难则小将为了保险起见 又给燕双英 送了一枚圈口较小的戒指 正是这一举动 在不久后救了燕双英一命 做完这一切后 金井这个老八戈 也是来到会场之中 众人连忙上前迎接 而这个老家伙玩的还挺花 自己都七老八十的 身边还跟了个身穿粉红吊袋 风韵游存的女人 金井作作地开始了他的演讲 但是他宣布发布新型货币的政策 却遭到轻悟的严重不满 引了海军的流通货币为法币 如果要是重新发行货币 那么他们手中的法币形同虚设 以后的日常开支 必定会越来越多 然而陆军手里根本没有任何法币 所以这次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陆军军部 不过身份有别 轻悟也不好露出过多的不满 金井演讲结束后 与轻悟和敌人杰几人 饮酒交谈 随后金井更是将身边的大导英只 介绍给了敌人杰 敌人杰看到长得跟野鸡一样的英只 当即抱着人家的小手狂啃起来 约心都忍不住白了自己老爹一眼 英只眉飞色舞的看向老迪 差点没把他的魂给勾出来 而后英只更是主动出击 挽着老迪的手臂 整个人都趴到了他的身上 就差给所有人来个现场直播的 金井也识趣的走向清睦 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清睦竟然还是金井的学生 原来就在清睦上学时 金井曾有幸担任清睦的生理老师 虽然没有教他什么东西 但总归是有这么一层关系 在这个小差距过后 清睦向金井介绍起了艳双影 说他不仅是商界巨鳄 还是剑道大师 并且他的水平 丝毫不亚于岛国剑圣平天一郎 再一下子就激起了金井的兴趣 因为他的身边那个长得 等待蛤蟆一样的小矮子 就是平天一郎的亲生儿子村上 面对着清睦对艳双影的赞美 村上当场就不乐意了 认为艳双影这样的小年轻 怎么可能和他的老爹相提并论 于是他就向艳双影提出了挑战 再一举动自然遭到了清睦的反对 认为村上太过目中无人 当即拉着艳双影就要愤然离席 但是被金井所阻止 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艳双影眼看都到这份上了 准备决定出走教训一下 这个乳秀未干的小巴盖 他跟着鬼子去撕一件更换衣服 鬼子还想看着艳双影换衣服 不过艳双影将他们赶了出去 艳双影把身上的武器藏到了长椅子下后 就穿着机舰服来到会场中心 在金井的主持下 村上和艳双影开始了他们的battle 引得台下的众人拍一手叫好 随后艳双影直接发力 把村上打得抬不起头 猛烈的进攻把刚刚嘴硬的村上 打得没有一点脾气 只能苦苦支撑 这可把情不乐坏的 在底下声嘶力竭的为艳双影加油 活脱腿的一个小迷地 然而艳双影在最后关头竟然放了嘴 让村上这个鼻涕娃赢得了比赛 金井看到这个结果后 屁点屁点的跑上台 宣布村上胜出 可是下一摇 村上的话却让他愣在了原地 他告诉众人 艳双影放水的行为 还当场承认自己不如艳双影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众人面面相许 艳双影也说了他这么做的原因 他圆滑的话语说在所有人心里美字字的 鄙视过后 艳双影返回十一间 拿走了自己的武器 然后他借着上WC为友 打发了盯着他的守卫 进到厕所后 他拿出小江给他的戒指 将蜜蜂的玻璃划开后 又返回了大厅 乃至月薪早就在门口等着他 无奈的艳双影 只能邀请他共舞一许 则可把一旁的秋牙给切坏了 但好在他并没有干什么 只是按照原计划行事 他死死的盯着金井几人 等着几人有所动作后 他立即去向艳双影汇报 艳双影得到消息后 立即赶往厕所 他用工具将划开的玻璃拆下后 顺着水管爬到了二楼 他本来想从大厅出去 结果发现门口竟全是守卫 无奈的他只能走通风管道 艳双影在管道里左崴右崴 寻着声音找到了金井几人 此时的原田正好在询问金井 心心祸意的事情 而金井却告诉他 这只是个迷惑外人的幌子 其真实目的 是为了掩盖陆军司令部印制假钞 套够黄金的勾当 这一小时 孙简把几人吓了一跳 但他们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金井随时向原田和李志群下达任务 让他们三天后 护送一吨黄金到上海银行 不过这么一个小事情 根本不至于让鬼子大动干戈 在几人期待的目光下 金井才说出了最重要的金百合计划 他走到保险柜前 将详细的计划书拿出 交给众人观看 几人看完后 金井又赶忙把计划书锁到保险柜中 可是他们却没想到 燕双英已经得知了他们的全部计划 等到金井几日走后 燕双英从管道中爬出 用他学习两年半的开锁技术 没两秒钟 就把金井因以为傲的保险柜打开 但燕双英没想到 这竟然还有报警装饰 他连忙返回管道之中 结果一不小心把罩子碰掉 他来不及脱下 转身就走 鬼子听到声响后 马不停蹄的感到会议室 金井看到掉落的罩子后 一眼间的村上发现 有人打开了保险柜 他们立即派人封锁整个联络部 是要逮到盗取机密的猫贼 燕双英此生 已经顺着管道爬回了厕所 他穿好衣服后 原路返回 却发现门外全是鬼子 他根本无法返回大厅 连天这会儿正待人 在大厅里核对众人的死分 秋雅和小江瞬间就知道 燕双英失手了 可他们并没有发现 燕双英返回大厅 鬼子此时也已经筛查到了秋雅 我先去 叫取你 大厅当即乱成一团 鬼子听到枪声后 马上赶往厅中支援 战士们当即与鬼子 展开了激烈战斗 但这总归是鬼子的地盘 随后他们借着混乱的人群 逃出联络部 引爆门口的炸弹 随后开着小汽车扬长而去 燕双英也趁此机会离开厕所 在半路他还碰到了月鑫 不过他来不及多想 就带着月鑫回到了大厅 然而村上这会儿 却化身为了福尔摩斯 在联络部内 寻找任何的蛛丝马迹 他从厕所跳出来后 在门口发现了燕双英丢掉的戒指 他赶忙回到大厅之中 找到燕双英兴师问罪 因为他在当刚点名时 并没有看到燕双英 所以怀疑他是从外边回来的 他更是将剪刀的戒指拿出 要让燕双英试戴一下 这么无理的要求 情不第一个不同意 当场就和他的部下举手抗议 仅仅眼看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 联盟阻止村上 可是燕双英此时站了出来 主动要求拾戴戒指 村上立即交出了戒指 不过村上怎么也想不到 燕双英还会把江湖戏法那一套 一招偷天换日 把小江给他的戒指与之替换 随后当着所有人的那儿 拾戴圈口较小的戒指 结果自然是戴不上 他将两只手全部拾了一遍后 又把原本的戒指换回 村上接过戒指仔细查看 却并没有发现任何端筋 气得金井当场甩了他两个大臂兜 村上这话也是能躯能伸 直接跪在地上想轻不可抖 然后又向燕双英鞠躬致歉 就在此时 李志群也终于统计完了 所有的宾客名单 发现其中有四人是伪造的情谏 并且已经逃走 金井听到此话勃然大怒 安排李志群彻查凶手 燕双英能否获得金百合计划的详细内容 鬼子的秘密计划又能否成功实施 剧情不迷路 点点小关注 我是华子 我们下集再见